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五的凌晨西甲上演三場爭奪 其中亞美尼亞主場迎戰巴塞隆拿 M直播到時將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主隊已讀定降班 目前無心戀戰 本輪面對排名積分榜次席的巴塞隆拿 亞美尼亞主場淪陷在職 前28輪聯賽一勝籃球的亞美尼亞 注定難逃降班的厄運 最終在上月底1比3 不迪加太后成為今季西甲首支 督定降班的球隊 然而奉献的是 在球隊確定降班後的首場聯賽 亞美尼亞卻在客場一球 力克華力賈魯 這是他們賽季第二場聯賽的勝利 當然 這是彈花一現的現象 因為他們上輪被打回圓影 下場2比3不迪貝迪斯 遭遇賽季第22場聯賽失利 流動8出的防守系 導致亞美尼亞降班的主要原因 35輪失了70球 為西甲失球最多的球隊 本輪面對進攻火力排名聯賽 第三的巴塞隆拿 艾美尼亞實在未有招架之力 上停方面 前鋒拉馬薩尼停賽 後衛A拉杜雲路易 普路蘭加和前鋒 路易斯柴威亞 和巴塞隆斯相拳 隨著皇馬提前四輪奪得西甲冠軍 巴塞隆拿都正式確定賽季四大皆空 然而對於財政緊張的紅臨軍團然而 爭奪聯賽亞軍從而獲得來界西超杯參賽資格 依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本月初合乎傑羅納一度 令巴塞隆拿次席的位置變得不穩 幸好上輪回到主場 完勝皇家蘇斯達重返勝鬼 目前領先以賽本輪的傑羅納一分 幾隊依然佔據爭奪聯賽亞軍的主動權 需要指出的是 巴塞隆拿近四輪單場至小宮入兩球 其間射手羅伯尼韻道夫斯基貢獻了四球 他的狀態回升有著球隊保住現有的排名 回顧與艾美尼亞的交鋒往跡 雙方近11次交手巴塞隆拿贏下10場之多 獲勝場次每場至小宮入兩球 優勢明顯的紅臨軍團此行細奪三分 陣容方面中場伊基根道簡備佛庭賽 後衛阿力斯巴迪中場帕布魯加維 和法蘭基迪倉恩雙眷勤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 給我拍照 很主要 聽吧 但是 迷你 因為 如果 或者 剛才